不知道大家是否有過這樣的experience 在同儕面前不小心出糗了 大家都在取笑你 而你自己也好像做錯事了 很想找個地方躲起來 我也有同樣的經驗 相信大家的內心都曾經歷壓力 而這個壓力其實是來自不理解 自己正在經歷什麼樣的情緒 或如何面對他人眼光的情緒困擾 沒有錯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懂得self awareness 自我覺察 認識自己的情緒 用客觀的角度看待自己 注意正向的事物 捐助於當下 或是透過心情溫度計 檢測自己的憂鬱程度 都能讓我們有效的 覺察自己的心理狀態 掌握自己的想法 情緒跟感受 除了能避免讓自己陷入 沒有荒向的低氣壓 也給自己一個向外求助的機會 其實自我覺察 同理他人的這些能力 都與SEL 社會情緒學習能力有關 也就是透過教育和社會化的過程 來幫助我們精進個人發展健康的自我認識 情緒表達能力 和對他人的同理心 進而學會如何與壓力及情緒共處 是的 而且不是情緒困擾的人才需要社會情緒學習 而是每個人都需要 know your own emotions 認識自己的情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尤其在部隊團體生活 與人接觸是必然的日常 當我們在自我覺察 自我管理時 無形中也是在覺察他人 並精進 人盡技巧 以及所做出承擔的決定 今天的心甫單元 我們特別邀請到幾位專家 來和大家聊聊 什麼是社會情緒學習 我們又應該怎麼應用在平常的生活中 希望可以透過今天的節目 讓大家懂得覺察跟管理自我情緒 進而建構 預備幸福的能力 親愛的官兵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邱發忠 目前服務於文化大學的心理輔導學系 今天非常開心地跟官兵朋友們 來分享什麼是社會情緒學習 在軍中 我想大家都感覺到 是一個高壓力的一個生活環境 常很多的任務 都必須要在很快的時間內來完成 所以社會情緒學習 在我們軍中的運用 就是相當地具有價值 所以我們今天的一個座談會 就是要討論什麼是社會情緒學習 然後怎麼在生活當中 跟軍中 以及家庭的一個應用 各位親愛的官兵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鍾成宏老師 目前服務於海軍軍官學校 通識教育中心 以及兼任我們學校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也是一位諮商心理師 那今天很開心能夠跟各位分享 所謂的社會情緒學習 那以我自己在部隊將近快20年的經驗 能夠去結合有關於 社會情緒學習的部分 然後來跟各位官兵能夠去分享 以及如何運用在我們的生活中 可以如何來進行自己的自我練習 能夠好好地運用在生活上 各位官兵朋友大家好 我叫吳怡萱 目前服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 那同時也是澳洲的註冊心理師 那今天很開心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社會情緒學習 而且為什麼社會情緒學習 號稱預備幸福的能力呢 那其實我們人要幸福 一定離不開與他人互動 去認識自己 同個時間呢 也去擁抱這個社會上 所發生的一切變化跟壓力 那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練習 如何用社會情緒學習 來讓我們人生更加幸福吧 在軍中我們常談到 一個軍人必須是均衡的 就是說除了個人的能力好之外 那個人的情緒管理 抗壓力 同理心 人際溝通跟團結合作的能力 也是相當重要的 這個就是社會情緒學習的議題 而且軍中是一個高壓力 而且非常重視團體的環境 那就更突顯出了 社會情緒學習是重要的 那有關社會情緒學習是什麼 那我們首先就請這個 怡萱老師來針對 社會情緒學習是什麼 來跟我們的國軍官兵朋友們 來介紹一下 那其實社會情緒學習呢 看它的名字 它其實可以猜成了 社會跟情緒這方面 所以顧名思義呢 就是學習社會跟情緒技巧的 整個過程了 那這個過程是從出生一直到老 都需要學習的 那什麼叫做情緒技巧呢 它包含情緒的管理 情緒的調節 使用你的情緒 來認識自己 認識這個世界 這還要認識他人 這都屬於情緒的技巧 那人際技巧就只要你要跟一個人互動 你所需要呢 怎麼樣子跟這個人培養良好的關係的時候 都需要這所謂的人際的技巧 那我們常常呢會把這幾個技巧呢 用五個比較不一樣的元素來進行介紹 就叫做自我覺察 我自己是誰 然後自我管理 我要怎麼樣管理好自己 那個社會覺察 我理不理解他人 還有人際技巧 我怎麼樣子跟一個人建立一個支持性的關係 還有最後就是承擔決定 我怎麼做一個負責任的人 用這樣子的技巧呢 去用在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決定上面 我想這個經由這個宜萱老師的一個說明 相信這個官兵這個朋友們 對什麼是社會情緒學習 應該有基本的了解 那據我所知 這個宜萱老師 在過去的工作和研究的範疇 比較是在學校或是老師教育的一個成員 那如果說用在成人或是軍中 不知道說你有什麼樣的一個分享跟建議這樣 其實每個人都想要尋求一個東西叫做幸福感 你信不幸福 那其實這個 因為社會情緒學習 它其實從美國開始的 那其實美國以前有一個名字 一個危機 它叫做國家的危機 因為不管是他們的學生的學業 或者是一些東西會造成很多的混擾 他們也把這個當成一個國家的一個 算是一個很大的警報 但是自從社會情緒學習開始慢慢的進去 告訴大家說 同理心 合作關係 這東西是可以學習了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改成說 國家的警報變成說國家的希望 希望可以透過社會情緒學習的能力 來幫助大家提升我們自己的國民素質 是 是 謝謝宜萱老師 那我們陳宏老師是海軍官校的老師 可不可以跟官兵朋友們來分享一下 我們社會情緒學習可以在部隊當中 或是生活當中可以怎麼來應用 是 好 那對於社會情緒學習來說的話 我覺得對於運用在國軍部隊官兵身上 我覺得非常的適用 因為其實部隊就是一個團體生活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實際的人際互動的一個場域這樣子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在這樣的人際互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可以有一些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在這過程中其實就會有很多的學習 比如說在第一個部分 我就可以去了解 如果去辨識自己或者是他人的情緒 那透過這樣的互動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理解說 我的情緒是什麼 我現在感覺到我生氣了 我現在感覺到我是難過 或者是我是覺得我是委屈的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好好去理解一下自己的情緒 而不是也許是掩蓋到自己 可能不開心不愉快的情緒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好好地理解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可以運用所謂的 剛剛我們主持人有提到說的 部隊有一些其他的任務或工作 透過一些任務跟工作的過程中 其實就是一種人際學習互動很好的機會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透過跟別人的互動 透過跟幹部之間的溝通與協調 以及跟部署下面的領導統一 那這些都是一個可以人際學習互動 很好的場域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自我覺察的能力 也許可以透過一些練習的方式 譬如說透過正念的方式 來提升自己自我覺察能力 或者是透過自己能夠跟別人互動交談 好好地去覺察到自己的一些狀況跟情緒 是 謝謝這個陳鴻老師講出的就是說 社會情緒學習怎麼樣在部隊當中來做應用 那我想也想要請教這個宜萱老師 有什麼樣的具體的一些增進這個社會情緒學習 這個能力的技巧 可以跟我們官兵朋友們來分享一下 那就如同剛剛陳鴻老師所分享的 那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緒管理 還有情緒覺察 還有包含正念練習是都可以幫助的 那從這裡你會發現到說情緒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但是在以往以來我們在華人社會我們都很習慣地說 情緒來了我們就把它藏起來壓抑起來 因為怕會影響到他人 但是其實根據研究還有根據很多很多的 應該說國外的資料 他告訴我們說如果我們可以無時無刻地 都覺察我們自己的感覺 例如說可以去跟一個人分享說 我現在感到生氣難過 傷心悲傷 你能講出來的情緒詞彙那些字越多 你的情緒管理能力其實就越好 也代表你無時無刻都有在看到自己當下的感受 用當下的感受當作一個 幫助你去更加認識自己的一個算是工具 所以我常常都會呼籲大家說 時不時有時候做一些像我們很喜歡 有時候發掌背圖 或者有時候很喜歡到處Instagram打卡 那其實你就可以把打卡的時候 例如說拍一張照片的時候 底下寫的是開心生氣難過 你把你的心情當作打卡一樣 天天這樣打卡打卡跟他人分享 那其實他就是一個很好可以幫助你情緒覺察 好 就會這樣幫助你情緒管理 甚至覺察自己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是 是 我們謝謝這個宜萱老師的一個分享 我們相信這個官兵朋友們 從宜萱老師的一個提升 這個社會情緒學習的技巧上面 我想也學到非常多 那接下來我想說請教這個陳宏老師 因為你的部隊經驗也蠻多的 那官兵在部隊裡面日常 在演訓戰備等等這些工作裡面 你覺得要怎麼樣來實際的運用 社會情緒學習呢 可以跟這個官兵朋友們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第一個第一步最重要的部分是 可以先靠自己的方式去做練習 那譬如說現在幾乎官兵 每個人都有人手一支的智慧型手機 那也許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上面 其實有非常多 例如說我要練習所謂的 覺察自己的能力的話 那也許我可以搜尋 也許正念 正念的方式就是一個 可以訓練自己情緒辨識 然後跟覺察力 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譬如說以我自己在 海軍官校的教學過程中 那我的學生都一定會學習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會運用這樣的方式 透過網路的一些搜尋的方式 去尋找一些能夠去練習 情緒辨識 然後提升覺察力的方式 那有關於第二個部分的話 那也許可以透過一些 人際互動的學習的技巧 然後也許可以透過在部隊中可以 比如說也許像每個禮拜四 都有所謂的舉光課 那舉光課後會有一些 相關的證訊活動 會習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建立有關於 人際互動的一些技巧跟能力 然後第三個部分 可以去針對有關於 現在在我們國軍部隊 有所謂的心腹列車 然後讓我們的心腹官 或是心腹的老師 到部隊去做相關的 心理的衛生教育 那也許在這過程中 可以讓官兵如何去學習 到如何去練習表達跟溝通 那或者是有關於我們現在 國軍的練習民間輔導資源 也可以提供相關的專業的心理師 也可以提供相關的協助 還有相關的運用 其實你好像 據我所知 在國防方面 好像也有所接觸 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提出來 跟國軍官兵朋友們分享一下 在國際上 尤其在國防軍隊部門的一個應援 應該說呢 今天呢 社會選運學習 它可能本來起源於是教育界 所以在國防裡面呢 他們最重視的就是軍官 跟他們自己的孩子之間的關係 這也是一個很重大的 應該說 因為在美軍他們很常 會應該說長長遺地 所以這種不安全感 就會變成他們一個很重視的議題 那他們就有常講說 因為這樣子他們在美軍的 本身的訓練中 就一定會加上一些同理心 一些心理任性 還有一些呢 我們要怎麼樣子呢 去跟我們的孩子 去說我們現在的情況 那這些東西呢 也會呢 回應到孩子們身上 他們彼此之間的聯繫跟關係 所以他們就非常非常重視到這些 所以在美國 其實在國軍裡面 就已經有一些課程 在教社會情緒學習 就是我如何好好的表達 我的感覺 跟他人分享 尤其是我的親密的另外一半 謝謝這個余軒老師的一個分享 我想我們剛剛所談的大部分都是 這個社會情緒學習在軍中的運用 那這個陳宏老師 可不可以針對這個社會情緒學習 這個軍人家庭的運用 可以分享一下 我第一個技巧就是所謂的 先深呼吸 對 當我們在跟家人溝通或互動的時候 也許對方所說的 不是我們所願意聽到的話 也許先讓自己做三次的深呼吸 然後第二件事情 就是請讓你好好的傾聽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伴侶 好好的去說他想要說的話 好好的去傾聽 然後第三點 就是所謂的能夠去客觀 然後能夠去理性的去表達 你自己的想法 好 那不帶著任何的批判的方式 去面對你的家人所告訴你的事情 謝謝陳宏老師的一個分享 我們這個國軍官兵 在部隊裡面晶晶夜夜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家庭 我們把這個社會情緒學習 運用到家庭裡面 可以讓我們家庭更和樂 更幸福 我們再次感謝 進而提升學生的課業表現 而中神弘老師 讓我們看到了社會情緒學習 在軍中的應用 而且中神弘老師也提出了 在軍人家庭的應用 相信官邊們受益良多 希望大家在今天的分享中 能夠獲得啟發 把社會情緒學習 運用到自己的工作跟生活當中 但是也不要忘了家庭 提升我們自身跟他人的 社會情緒能力 營造更和諧更富庶的社會環境 相信社會情緒學習在軍中的應用 將能提升官民朋友們的情緒管理 人際溝通 幸福感 抗壓力 團隊合作 工作效能 及做出有效的決策行動 由此提升國軍的總體戰力 祝福大家軍旅順利成功 戰力強